大家好,我是客家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很多人都认为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就应该少吃肉 这样才更有利于健康 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一项研究表明 和长期吃较多素食的老人相比 摄入较高蛋白质主要来源于肉类、蛋类的老人 得癌症的风险更低 而且寿命相对来说也更残 其实这项研究调查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我们都知道肉类中含有的蛋白质比较多 而且这些蛋白质主要是优质蛋白质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与利用 与此同时,肉类中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物质 比如脂质、维生素、B12、矿物质等 经常吃肉可以有效地补充人体 生命所需的营养物质 如果老年人长期单纯地吃肉 那就可能会增加营养不良 肌肉减退、免疫力下降等的风险 因此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应该适当地多吃点肉 而且年龄越大越要多吃点肉 而中老年人少吃猪肉的原因 一、毒素含量比较多 经过相关的专家跟研究显示 猪肉中的肉毒素相比其他动物要高很多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和猪肉的自身成长和消化系统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人体的消化道需要稳定的运转 才能够使食物分解 从而为身体的运行提供足够的营养 当猪吃了足够的食物后 仅仅需要十个小时的时候 能将所有东西都消化掉 正是因为消化时间过短 使很多的毒素都留在了猪肉的体内 在气脏组织和内脏中 存留的毒素相对会更高 年龄较大的人尽量少吃猪肉 对于心脑血管不好 要多吃含钙量高的食物 二、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 之所以鼓励中老年人少吃一些猪肉 因为是猪肉中的脂肪含量过高 而且属于高饱和的脂肪 是非常不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众所周知 动物内脏虽然经过烹调后 味道非常的鲜美 令人无法抗拒 但是如果食用过多 也会增加各种慢性疾病的得病几率 三、中老年人要多吃这些食物 当我们去菜市场的时候 能够看到很多的肉 在面对这些肉的时候 估计很多中老年人都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 对于中老年人朋友来说 应该选择以下这几种 肉类以肌肉为主 正是因为猪肉中存在很多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会对中老年人身体造成致命的影响和危害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要少吃 相比对于猪肉而言 肌肉会更加健康 而且肌肉中的营养物质 完全能够满足身体的运转和需求 多吃一些肌肉能够滋养五脏六腑 同时也能够治疗头晕 月经不调等各种情况 不仅能够促进心脑血管的稳定运转 同时也不会埋下各种慢性疾病的隐患 2.鱼肉 鱼肉吃起来口感嫩滑 而且鱼肉含有的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 长期吃鱼肉可以起到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鱼肉中含有的DHA也较多 而且DHA可以起到增强记忆力 降低老年痴呆的作用 3.虾 吃过虾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它里面含有的蛋白质比较多 而且脂肪的含量也比较少 由于虾属于优质蛋白 所以人体对虾的吸收利用还是比较高的 4.鸡蛋 有生活经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鸡蛋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一方面鸡蛋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而且也比较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 另一方面鸡蛋的营养还是比较全面的 它不仅含有常见的营养元素 比如脂肪、蛋白质、矿物质 含有灵脂胆碱等五种钙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对每个中老年人而言 在日常生活中要尽可能选择一些含钙量较高的食物 随着年龄的增长 钙质流失是无法回避的现象 很多中老年人吐槽 腿脚越来越不灵活 甚至还会出现很多关节类疾病 在日常生活中要尽可能的多选择一些高钙含量的食物 比如青豆、海带、豆制品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六、卵磷子丰富的食物 如果中老年人在饮食中可以选择卵磷子丰富的食物 身体也能够保持更稳定的状态 卵磷子的食物不仅能够使身体吸收足够的营养 更能够保护肝脏 将血管中的垃圾毒素代谢出去 从而能避免伤高症状的出现 富含卵磷子丰富的食物有 蛋黄、鱼头、大豆 平时多吃这些食物 对身体的好处也是非常强大的 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 使很多中老年人都有肠胃疾病的困扰 消化功能逐渐减退 使便秘早上门来 不仅影响身体健康 同时也影响身体内循环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多食用一些玉米、大麦和蔬菜 这些食物能增强肠胃的蠕动能力 使身体更健康 是吃肉虽然好 但应该注意以下三大事项 一、注意烹饪的时候 很多人都喜欢油煎或者是油炸食物 这种烹饪方式不仅会破坏肉中的营养物质 而且还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 比如本锡、鲜胺、杂黄胺等 平时在做饭的时候应该注意烹饪方式 应该尽量选择蒸、煮、焖、炖这些方式 二、注意营养均衡 虽然说肉类营养价值比较高 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他们应该注意保持营养均衡 每天除了摄入一定的肉类之外 还应当需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以及五股杂粮 三、每天不要吃得太多的肉类 虽然老年人适当多吃肉对身体有好处 但是肉如果吃多了也可能会对身体不利 如果吃肉吃太多 那就可能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 可能会引起腹痛、腹脏、恶心等症状 其实无论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 它们都像鸡蛋、牛奶和环豆一样 属于高蛋白的食物 它们的优质蛋白所含的各种氨基酸比例都比较适当 进入人体几乎被完全吸收和利用 从营养角度出发 吃肉主要目的是为了人体补充优质蛋白质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